好 我們現在應該是上線了 好 誒好準喔 對 等他一下 好酷喔 好 等他 等他是什麼意思 等他看 就我們要等一下人才會上來 所以我們先 所以我們先閒聊一下 OK 就是剛剛我們在聊那個 剛剛我 大家好我是阿翔 那這邊是LOOK 但我們在開場 那我剛剛在跟LOOK 討論一個詞 就是什麼骨灰級玩家 就是他自稱是骨灰級玩家 那這個名詞到底怎麼 不是我自稱啦 不是你自稱喔 是 我記得是 好像某一期電腦玩家雜誌 有 有讀者 寫信來問一些問題 就是然後勘載在 在那種電腦玩家的 讀者信箱 那個那個單元裡面 然後他 我忘了是哪一期 所以 所以如果 有人發現 有人發現告訴我是哪一期的話 請告訴我 好 就是他自己也忘記 對對對 是哪個讀者這樣子 實在事情太多了 而且這個詞還蠻有趣的 對 他就是提 我記得他是因為提到說 他對那些電腦玩家裡頭的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特約作者啊 就是可能很欣賞啊 很仰慕啊 他們覺得他們這些人呢 可能感覺上就是很資深 可能比所謂化石級的這樣子的人 還資深 那已經比化石級更資深 就是變成灰了吧 就是骨灰 我記得 感覺上就是很資深 可能比所謂化石級的這樣子的人 還資深 那一比化石級更資深就是變成 好 我們繼續 是啊 所以這個詞好像我第一次看到是這樣來的 他就說啊 你們這些是骨灰級玩家怎樣怎樣 那這個詞後來慢慢被 被用用到 就是骨灰 骨灰級這個名字 最後那時候 好像也不光詞拿來拿 拿來描述 玩遊戲的玩家 好像有些領域 其他領域 對其他領域其實 我就有人用這個詞了 所以 是哪一 是哪一起電腦玩家 對他自己也忘了 我也忘了 所以請 讀者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好 我們現在 先聊一下 聊完了我們現在直接就開始我們今天直播 好 那 大家好我是阿翔 大家好我是徐元祥 這是我 我的這個 翔收起的節目第六集 那 呃 訪問到這個陸可 徐仁強先生 他是我以前的老闆 我以前有在他 手底下工作過 那剛好 他在今年的7月1號 他出刊了 他的 嗯 不知道你是第幾本雜誌 因為他之前就是 呃 鼎鼎大名 電腦玩家雜誌的社長 對 那現在他又重新回到這個雜誌出版業 對 所以剛好來 跟他來 請他來聊一下遊戲的相關的一些東西 那也請他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OK 好 呃 大家好我是 現在是 哦 有被擋到嗎 沒有沒有沒有好 你來看一下 舊遊戲時代 舊遊戲時代 雜誌的徐仁強 嗯 好那 呃 這個雜誌是在 1月20號開始 今年年初1月20號開始 做群眾集職出版 然後那時候設定的目標是 呃 400萬 如果達到400萬呢 呃 我們就能做這本雜誌 就可以做了 對可以做這本雜誌 那他是雙月刊 雙月刊 雙月刊 兩個月初刊一次 兩個月初刊一次 所以一年是六起 嗯嗯 那後來呢 很很謝謝大家的支持呢 這個這案子最後呢 呃 用大概七百七百二十萬打標了 好 等於是超標了 超標了 然後 這個這個 呃 有2663個人 嗯 支持這個案子 所以 呃 然後所以這個 我們是在4月 4月10號 那個結束 結束這個集資 然後我們在七月一號呢 就順利的就出刊了 對 好 也給大家看一下 是是是順利 我們就順利的出刊了這樣子 欸不是這本啦 哈哈哈哈 拿錯了 這是新遊戲時代 不是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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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本 是舊的 舊遊戲時代 不要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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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也買不到新遊戲時代 哈哈哈 大家應該不會認錯 應該不會認錯 對那目前就一直在 我們在哪些 租店可以買到 其實呢 呃 這個雜誌因為是做集資嘛 做集資 其實坦白說 我當初 之所以會做集資的原因 是覺得 呃 第一個 直接做零售這件事情 有很大的風險 了解 其實做零售最大的風險 就是退貨 退貨 嗯 所以 所以我這個製作一定會被蓋到對不對 那我幫你 哈哈哈 幫我換位置好了 哈哈哈 換位置 換位置 我實在很糟糕 愛做廣告 可以可以 沒辦法嘛 這個 做媒體嘛 好 我們換位置 好 那把 待會兒要出現 我們待會兒有很多 很有趣的東西 對對對 全部挪個位置這樣子 好 OK 不好意思 我們很需要打一些廣告 沒問題 好 好 所以呢 OK 好 嗯 所以那時候覺得 欸你可以過來一點嗎 好 欸那我應該 你過來一點嗎 哈哈哈哈 好隨便 好沒關係 好 不要擋到Logo是重點 好 所以千辛萬苦 就是打下廣告 好 那 好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呃 我覺得 所有的 所有的零售 就是最怕就是 你就是有一大堆庫存 對 那 那 呃 特別是說 呃 這個 怎麼說呢 嗯 呃 特別是像這樣的刊物 嗯 坦白說 你可以理解 呃 它的發行量一定不會很大 是是是 所以發行量不會很大的意思 是說 其實你大家一般看到外 外頭 在賣的零售的 的那個 刊物啊 是 其實 了不起就是個 呃 我猜 我猜 我猜想平均啊 畢竟我的經驗 可能發行量 都是 可能一萬本就不到啊 可能有多一點 什麼類型的東西 平均啊 各種的月刊 我覺得現在應該更少 對 可能更少一點 可能說不定六千啊 多少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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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的可能有一兩萬 嗯 肯定有一兩萬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可以想想見 呃 這本刊物又 肯定 肯定不會有什麼廣告 沒錯 哈哈 肯定不會有什麼廣告 其實 其實有時候啊 我記得以前 在很早以前做雜 在做媒體的時候 做雜誌的時候呢 嗯 就 就聽過有這麼一個說法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呃 這個這個 這個出版社的老闆或怎麼講 他就說 如果你願意出自 你如果你願意 致富油脂的話 嗯 都可以雜誌免費寄送給你 OK 了解了 所以意思是 他其實是靠廣告 哦 對以前雜誌其實 不是說以前其實 現在也是 其實營業有時候 就一個媒體經營 其實廣告有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 對 反過頭 所以 有時候 雜誌其實反而是一個 廣告的載體而已啦 有時候 就跟網站一樣 網站很多內容 但是現在網站的營收來源 因為你 你不花錢就可以上去看內容 所以 主要還是廣告 是 比較大營收 所以有些 有些雜誌 甚至為了他 維持他一定的發行量 嗯 他要給廣告組 我交代我真的是發行很多人 看到 他真的願意送到處送 了解 到處願意送 那就是在肯定 沒有辦法有很多廣告 第一個 他 第一個 現在的 廠商買雜誌廣告已經 越來越少了 一定越來越少了 嗯 那 更不用說 呃 雖然沒有錯 遊戲 在目前 在市場 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 這個 電視廣告 你可以看到啦 公車廣告 你可以看到 所以說他們其實有些遊戲客戶 還是滿有錢在花 對 但是 他不會花在一個專門介紹舊遊戲 跟他的遊戲無關的媒體上面 沒錯沒錯沒錯 跟他完全無關 所以那些廣告的費用 我是不可能拿到的 其實不可能拿到 所以我唯一能做就只能靠 買書的 願意買雜誌的 就是 的讀者 來支撐這個刊物 那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沒辦法靠零售的話 那你就是靠現在的所謂群眾 群眾幾次的方式 沒錯沒錯 來確定 有沒有人 對這個有興趣 對有興趣 對 那有興趣 我們可以募到足夠的錢 那就告訴大家說 OK 那我們能做這件事情了 了解 所以 我其實最主要就是 其實這些集資出資人 其實就某個定義來講 他其實就是 就是訂戶啦 了解 就跟以前一樣 就做訂戶 對對對 確保這個雜誌 以後都是可以 你會買到 就是你需要 你需要這樣子 所以零售這件事情 其實是後來才 很後來才決定說 好吧 走這一路就對了 就是那少量的 讓他在這個 在宿店裡跑 讓當初沒有參加的人 或者有點懷疑的人 他們有機會看到 這雜誌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目前哪些宿店是有買的到 其實現在 現在能發的大概就是 成品啦 成品 還有金石糖 金石糖 為主啦 現在比較大 那當然有些比較小 一些數量比較小的 連有宿店是什麼 墊腳石啊 或者各地有些也會有 但是最主要是在金石糖 還有 還有那個 實體就是金石糖 跟成品 但是就我現在所知的呢 成品的書 還剩比較多 了解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對 我知道金石糖可能賣的比較快 可能金石糖也給的量比較少一些 所以金石糖 成品有比較多一點 所以還有感興趣的人 成品可以去看看 可以去找找看有沒有 沒有 其實應該蠻多人 就是跟我 像我是六年級生 可能五六七年級生 可能對於現在 對於舊的遊戲是 有點懷念 譬如說像 去年 迷你紅白機發的時候 就很多 像我身邊很多人就買 我自己也有買 就是因為 我對於舊遊戲是 很懷念 並不是說我真的 我真的想 現在真的很喜歡玩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玩 跟小時候玩 感覺就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 Luke有關於遊戲方面的一些 他的經驗 嗯 不知道你第一款玩的遊戲 是哪一款 你還記得嗎 其實我不太記得了 我台灣有點 有點 有點不太記得 應該說 可能是那款遊戲 那時候給我的印象 沒有特別特別 有點深刻 就是我玩到的遊戲 是在 Apple 2上面 Apple 2 OK 蘋果 蘋果 對 要拿出來看嗎 算了 好 那 呃 那 我那時候在Apple 2玩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流行 都是屬於一種比較小的遊戲 小型的遊戲 可能比如說 呃 有沒有比較代表性的 那時候 這樣講我大概可以想到 我現在還能想到的 大概有什麼 呃 微軟 微軟公司出的 出的什麼 那個 實相全能 實相全能 是運動遊戲 對 實相全能 微軟出的喔 對 所以我對微軟的第一個 在1984年的時候 1984年的時候 對 對微軟 對微軟這個公司的印象 就是他出過一個 叫做實相全能的遊戲 對 對 這個遊戲 我有一家 這可能是我早年玩過的遊戲 就是那種比較小品的 嗯 嗯 然後 然後 要不就是 呃 什麼 超級運動有 rollrunner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叫 挖金礦 挖金礦 一個小人 然後可以把旁邊有洞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敵人買起來 對對對 然後你要拿很多很多那個金礦 這個遊戲之前很早 像遊樂器都有複刻版 手機上面現在也有 有有好 OK 那這些 所以說是比較小的遊戲 比較小的遊戲 那 那真正 讓我坦白說 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是玩了一款RPG RP遊戲 就是 那個創世紀三代 創世紀超有名 阿提馬 阿提馬3 對對對 創世紀三代 那玩那一款遊戲 為什麼會找到玩這款遊戲呢 因為我那時候 買了一本 這個東西 蘋果功夫密集 對對對 蘋果功夫密集 對對對 那他其實就是把 你看喔 你可以看一下 他其實就是把這幾款遊戲的說明書呢 全部放進去 集結成冊啦 就可以賣了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 大家有時候拿到遊戲 也不曉得怎麼玩 因為你就是 了解 你就是拷貝到一片磁片嘛 其實我們以前小時候是這樣 就是買電腦 可能跟大家講說我要做工作這樣 但實際上 比較多實際都在打電動 是是是 當初 當初 當初那個買電腦也是這樣跟爸媽講的 對 我也要做功課 對對對 我不是不是做功課 我要跟上時代的潮流 學到那個 世界上最新的科技這樣子 然後父母就 就說 對對對很好很好很好 然後就 就一定是幫我們買 我記得小時候 買電腦很貴 我第一台電腦是486 DX4 100 那時候算是還不錯的電腦 大概 現在電腦螢幕什麼加加可能就快五萬塊 那你那時候配備 那現在你看五萬塊已經可以買到電競的電腦 是啊 對那時候電腦其實是很貴的 是 呃 我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大概 我看一下喔 喔 所以呢 所以 我因為看到這一本 它上面就有很多 其實現在看來都很經典的遊戲 比如說 呃 空手道英雄救美 就卡拉特卡 就是那個空手道 空手道就是 呃 有人叫做 絕蛋富士山 對絕蛋富士山 對 然後也有叫空手道的 也有叫什麼空手道英雄救美 空手道比較多啦 對對對 然後還玩到那個 喔 那個 那個什麼 棒球 那個叫什麼 Micro League Baseball 這個這個遊戲 給大家看一下 這說明書 欸等一下等一下 對 對對對 這畫 這就是這個 畫面 Micro League Baseball長成這樣 你現在來講有點可怕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一個 遊戲的經理 玩那個 它這個經理的 經理的 你是一個教練 對 你是教練 所以我第一次玩到這裡 欸 原來是用教練的方式在玩的 你以為是自己下去打 對 然後呢 玩這遊戲的時候呢 就覺得欸 這遊戲現在玩呀 我覺得因為它是一個經理 所以經理的模式在玩 所以你並不是 並不是控那些動作嘛 所以就是這些策略安排哪些選手 策略性的 坦白說我那時候 對這個 美國大聯盟啊 其實都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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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認識 但是呢 但是 讓我有印象是 哇 有一個 有一個打擊手 好強啊 嗯 每次出來幾乎都是拳來打 是誰 然後呢 我才知道 然後我就說 欸這個人名叫什麼名字 它名字叫 BABYROOSE 難怪 難怪 我就是因為這樣才認識 BABYROOSE這個人 所以你並不是從什麼新聞 我從遊戲裡頭知道說 哇 這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一個強打者 所以遊戲真的是可以增廣 對 所以這個遊戲現在還蠻好玩 然後這裡頭呢 這裡頭有兩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啦 有幾個很重要的遊戲 我玩到了 第一個就是那個 創世紀3 創世紀 嗯 在這本裡面 對對對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羊犬號 羊犬號 羊犬號 是玩什麼 它也是一個太空冒險遊戲 來來來來 羊犬號 Sumdog 這是當時的 這是什麼 它盒子嗎 它當初的遊戲包裝 是這個樣子的 很精美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還不是那麼精美 它裡面是什麼 磁片嗎 它是磁片 它是磁片 它其實的做法是 類似當初的黑膠唱片的概念 黑膠唱片的概念 然後 它的那個 它磁片啊 說明書是 在這裡面 就跟黑膠唱片一樣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幾年呢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這一個 這一個是19 這個1985 1985 所以已經是 85 32年前 這麼久 32年前 這個遊戲好正啊 好厲害 有沒有磁片 這個磁片 可能很多沒看過 這個是以前的 五又四分之一寸 五又四分之一寸 其實五又四分之一寸 還有一種八寸的 更大 八寸的我就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我們那時候磁片叫做 大片小片 這個是大片 小片就是後來可能 有些人以前在學校有用過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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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更大片 還有更大片 我第一次看到更大片的 這個磁片是在 一個電影 叫做戰爭式 戰爭遊戲 戰爭遊戲 有沒有看過那一片 沒有 war game war game 那遊戲裡面那個男主角呢 也是一個好像是一個 國中生 應該是國中生之類的 或是高中生之類的 然後他用他Able 2在玩的時候 他就拿出一筆很大片 那時候我就 哇 怎麼有可能比這個還要大片 哇塞 原來還有更大片的實驗 還有更大片的實驗 對對對 這個電影好看 可以看 好要去哪裡找 有有有有 其實你在網路上去找到 或是像比如說 iTunes的movie裡頭會有 其實有一些 這個是經典的這個片子 這個電影 其實簡單講啦 那是應該算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那個 駭客 駭客的那個那個 駭客遊戲的駭客 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小朋友呢 就不小心就駭 他為了 他其實為了篡改他的 學校的成績啦 他就駭進了那個 學校的 學校系統 然後改自己的成績這樣 然後他想找點好玩 結果不小心駭 駭進了那個 那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跟外包商 開發的一個全球防衛的系統 他進去 然後他以為他在玩遊戲 他以為他駭進了一個 遊戲公司 遊戲裡面 或是城市公司裡面 寫城市公司裡面的那些城市 然後寫一個什麼 全球熱核戰爭 喔 我覺得太棒了 他就開始玩起來 原來那個就是跟國防部合作的 就全球的系統 對 因為系統像天王這樣的系統 結果他就玩起來 那個東西很有趣 我覺得可以看 好 好 那當中是說明 就是後來才 後來才有這個 才知道原來是說明書長這個樣子 是 所以呢 當初覺得這個遊戲 我覺得這個遊戲也好棒 如果我覺得有什麼遊戲 我最想復刻再重新再做出來 或是remastered 嗯 這個 這個公司還在嗎 發行商 這家公司呢 OK 我後來有買了另外一個版本 欸 我另外一個版本在哪 喔 在這裡 這個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版本 另外有機器的版本啊 哇 反光 OK 你沒有猜了 他沒有膠母 全新未猜 這是 這是 Atari ST 嗯哼 Atari ST 的版本 對對對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遊戲 我的朋友在玩這個遊戲版本的時候 眼睛快脫窗了 嚇死我了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玩Apple II的時候啊 就八個顏色吧 八色 他的色盤可能也就是 只是16色以頭 不知道找出幾色 反正很少 所以是彩色的嗎 是彩色的 就是你接彩色的電視就是彩色的 然後我第一次在朋友那邊看到 他可能是用256色模式在玩 嚇死我了 所以顏色更豐富 那個我的震驚的程度到現在我還記得 因為我在遊戲裡頭 我記得我到 到那個 比如說到遊戲裡面的飯店去休息的時候啊 就看到一個色塊的 色塊的床嘛 就進去 我在那遊戲的時候看到 確實床單上是有顏色的 花紋的 你看 就像這樣子 所以以前是單色 但是他後來因為顏色比較多 可以做更細膩 對啊 所以我當初看到這個顏色這麼多的時候 我真的 把我嚇壞了 哎呀對不起 這邊 反光 這邊這邊 你看看 在這個年代 就是30年前 30幾年前看到這個 這麼多顏色的時候 真的是嚇死了 我現在那個振興到 我現在真的我還記得 真的還記得 我還真的記得看到 床單是有花紋的 是有顏色 我就是嚇死我了 我覺得現在在看直播很多人覺得你太浮誇了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我覺得那種感覺 就是我覺得有點像你現在第一次看到VR的那種震撼 你知道嗎 在那種年代 光顏色那麼多 然後解液度已經很精進的狀況 你就可以這樣子 OK好 老人 請原諒老人 非常感動 在懷舊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我們今天會不會講不完啊 糟糕 我們盡量盡量 光這個問題就講那麼多了 沒錯沒錯 沒事就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個是他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很重要的啟蒙 因為以前 以前你就是 拷貝下來的遊戲 你就自己 自己想辦法走完 或是問電 店員告訴你怎麼玩 那時候也沒有網路嘛 也沒有網路 但不可能沒有任何資訊 然後RPG其實 後來你才知道 喔原來像 我覺得給大家看喔 你看 如果以創世紀啊 他講創世紀的這個 的內容啊 嗯 創世紀四對不對 創世紀三 內容 他從129頁 然後篇幅可以到 162頁 所以將近 三四十幾頁 三四十頁的內容 你從來沒想過 有一個遊戲 你居然需要看 三四十頁的內容 才知道怎麼玩 而且指令 ABC都不一樣 原來這麼回事 然後 哇原來有這種遊戲 叫RPG啊 真好玩 所以以前 在創世紀之前 就是沒有玩過 沒玩過RPG 所以 後來RPG變成你 最喜歡的類型 我想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啦 因為 不免因為RPG 你玩RPG 就是所謂角色扮演嘛 對 所以你事實上 玩這遊戲裡頭 你是會投入你的情感 是 對不對 會投入情感 你就是裡面的主角 你就是主角 所以我想很多人會喜歡RPG的原因 不外乎都是這樣子 對 現在可能 我們講RPG 可能大家想到的 就不會是這樣子 可能後來變成是 我記得 後來 遊戲界很多RPG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可能日式RPG 是比較紅的 所以 那時候日式RPG很強調就是 他也有劇情 但是他很強調就是 練功練功 打怪練功 到後來其實變成是 你想到RPG可能就是 欸我要變得很強這樣 我就需要戰鬥 要幹嘛 是 對 那後來可能有一些比較美式RPG 他自由度比較高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所有人 我 我 我認為啦 後來我猜想應該到是這樣 只是 每一個人玩的第一款 的RPG啊 都會 我相信都會讓每個人非常感動 嗯 除非你玩到爛的RPG 對 有可能 只要不爛 我覺得你第一次就要玩RPG 我覺得都 都會是感動的 嗯 我 我目前為止 我最喜歡RPG 是 軒原見切 但是我是特別喜歡二代 因為後來 三代以後的風格 變得比較多 雖然大家評價三代是最好 但我那時候最喜歡是二代 二代跟 二代的外傳叫做 風之舞 對 這兩個是我最喜歡 對對對 我覺得所有人 第一次感動都會覺得是最好的 對 事實上可能二 後面的幾代可能是做的又更好了 對 但是第一個讓你最感動的可能是最好 對 一般我覺得是這樣子 對 我稱這就是所謂 初戀情 初戀情 哈哈哈哈 有了後來其實大家 如果你講到武侠的RPG中文的 應該大家都很多人都講仙劍 但是我自己其實是比較喜歡軒原見 對 當然仙劍我也有玩 是 好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們先問一下陸可 就是 欸我打個岔好不好 我在這邊 剛剛問大家就是說 那個 那個有沒有誰 誰發現 知道那個 骨灰級玩家這個名詞 出自電腦玩家 那一期的 那個讀者信仰 就是 我還有第二件事情 請大家幫忙一次肉搜一下 是 我後來才知道啊 你看喔 這個翻譯者 有一個叫 有一個叫做那個 甘中佐 甘中佐 甘中佐這個人 不是念作 佐宗甘喔 是甘中佐 甘中佐這個人 我當年就覺得這個人名字好 好特別 很特別 是有找到人嗎 不不不不不 其實我 不是找到人 重點不是找 更有趣的是 我 我前幾個禮拜 我前幾個禮拜 不曉 因為我 我要拿出 我的國小畢業經驗冊 給我的兒子看 拿出 欸你看我們以前小時候的 國小畢業經驗冊 長這個樣子喔 然後我再翻翻翻 欸 有這個人 我再翻到 他居然是跟我 國小 同一年級的 國小 台南市 中藝國小 同一屆的 同學 是是是 我相信全世界應該不會有第一個人叫這個名字 沒這個名字 但這個太特別了 太特別了 然後 我說不會吧 因為他沒有跟我同班 但是 欸是同校的 我想說 太酷了 我說這名字很特別 我跟他Google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哪裡 結果Google了一下之後發現 欸真的有這個人 他現在在當當 他好像是當教授吧 資訊系 很合理 一定是他 但是呢我聯絡不到他 他的email什麼都是錯的 所以如果有人 可以聯絡到他 對對對 想要認識一下 對對對 算是 跟同學 算是啟蒙 跟四十多年前的同學呢 再見個面 我覺得很有趣 太有趣了 大家幫幫忙注意一下 有沒有認識這個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來回到我們正題 好 剛剛在講舊遊戲 那你最近有玩什麼新的遊戲嗎 還是你都不玩新遊戲 其實最近玩一個新的手遊 就是其實也跟 也跟那個 跟工作有關 他有一個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 超級運動員 的 的那個手機版 手機版本 我告訴你 這個手機版本啊 我當初發現 我當初看到有人在介紹的時候 我太有趣了 我就看 其實以前有類似的啦 但是真的讓我感到幸運是 我發現這個 新的版本的 Rowrunner 超級運動員 竟然是 Nexon發行的 喔 韓國的大廠 欸 厲害 哇 Nexon 對 但後來發現 其實不是Nexon設計的啦 是一個某 他只是發行 他只做發行 但是也已經很神了 但是我覺得 那時候我就拿來玩 就覺得 這個遊戲 手機上怎麼玩啊 喔 操作 因為以前是用鍵盤啊 或是搖桿 以前是鍵盤 而且他其實是很需要 操作 很精確的挖坑的 對對對 時間你需要抓很準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 敵人會抓你 所以你在上下這樣跑來跑去 在各平台上跳下去 其實你需要很精準的 方向感跟更新 那手機其實很難做這件事情 沒錯沒錯 我就覺得說 這遊戲怎麼玩呢 能做得好嗎 Nexon居然敢發這種遊戲 會不會是Line Game嗎 欸 我好驚訝喔 他做的其實還不錯耶 還不錯 那操作是怎麼操作 他其實 他一樣是 就是 虛擬虛擾感 虛擾感上去左右 但是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調得不錯 這是我覺得厲害的地方 他有兩個模式 他有一個模式 就是 他其實就速度有比較慢一點 讓你反應比較快 然後有比較多的教學 但是 我覺得他最好玩 其實他有一個 我記得沒錯 他有一個classic mode 就是一個經典模式 經典模式就是把以前 一代的 一到五十 一到一百五十關呢 給叫出來 了解 而且 我覺得他真的是做得不錯 但是他是免費下載 他是免費遊戲 他免費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他怎麼收錢 有廣告嗎 還是有內購 他有一些廣告 有一些廣告 有內購 這個app上面寫到內購 但是我一直 我還沒玩到後面 他怎麼收錢 了解 但是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而且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原來的單機 原來單機版模式只有一個角色 所以他的爬樓梯啦 或者是跑步的速度 就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設定值 但是在新版這裡面呢 他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 你可以切換 有些是跑步比較快 有些是爬樓梯比較快的 有些爬繩子比較快的 有些是爬繩子比較快的 特殊能力的角色 對 就是他的特性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切換這個角色來玩 那那個角色是賣的嗎 我猜想後來可能是用它 可能有些是賣的 對 可能後面也是賣 Android這個模式不錯 就是說 他能保有這個遊戲的特色 但是他又把新的 這個 原素加進去 對對對 應該說挖坑的模式 讓你付錢的模式也加進來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不錯 這遊戲 也不會像有些遊戲強迫你 你不花錢就玩不下去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 我很意外這個遊戲做的還蠻 就剛剛講的這個遊戲是 Nexion發行的這個 在IOS跟Android上都有 都有手機遊戲 大家可以玩玩看 就搜尋它 LODE NNNR RUNNR RUNNR 這個發行公司 大家可能聽名字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有 可能很多人玩過它的遊戲 風之谷有玩過吧 對 馬其進雄傳有沒有玩過 對他就是發行這個 韓國公司 對大座的韓國公司 好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 那你最近有複習哪些舊遊戲 欸糟糕欸 沒關係 我發現我們有15個問題還多少 我們現在才進入第三個問題 你太會聊 沒關係沒關係 大家待會要準備一下便當 隨便聊一下 對 好 最近有複習什麼舊遊戲 最近有複習舊遊戲啊 因為你準備要 要編下一集雜誌嗎 你總是會玩一些舊遊戲 好啦 其實坦白說 套漏一下 我最近 最近還是沒複習什麼 舊遊戲 不過 不過我正準備要複習 複習的遊戲 就是複習 創世紀啦 哈哈 第幾代 創世紀總共幾代 創世紀到現在九代 九代 對對對 但因為 因為 一定要 一定是會做到 一定是會做到創世紀 一定會碰到 系列這個專題 一定要做嘛 你說文化版一定也會做嘛 巫術系列也會做嘛 對 都是經典 對都是經典 這是一定要做 那所以 所以 不免創世紀 一定要再玩一下 再重新把回憶弄出來 才能寫嘛 對不對 我是這樣想啦 我是這樣想 我希望那個專題 我能夠寫多一點 由我自己親自來寫多一點 你自己來寫多一點 畢竟是對你來講 蠻重要的遊戲 所以現在想花一點時間 再把以前的那些記憶 再找回來 所以 計畫開始要玩 對不對 然後包含一些以前沒玩的 想玩的 就是這樣子 我們接下來再問一下 到底LOOK 當初怎麼進去 遊戲展業 我有做一些功課 就是當初你就是 一開始喜歡玩遊戲 然後 你自己去找 遊戲出版商去 幫他們寫稿 是這樣嗎 所以是自己 是怎麼 有這個因緣機會 可以進一個產業 OK 我其實有提過啦 不過我再說一下 就是 我的第一台蘋果二號電腦 是在我大學二年級 就是說 大一升大二的那個暑假 開始 擁有的啦 講這句話 其實對我弟弟很不好意思 沒錯 就是 其實那台電腦是我弟弟 考上大學 的禮物 的禮物啦 他之所以會買那個禮物 其實是我慫恿他說 買那個買那個 結果買來之後 他又沒多久 那台電腦就 跑到我的 我的房間裡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有個好弟弟 這樣子 弟弟都不想玩嗎 有啦 我們也有玩 但是因為我玩得最瘋 因為我玩得最瘋 哥哥說我幫你研究 然後就搬上自己玩去 玩得最瘋 對 那 剛剛有提到嗎 因為我 我開始玩玩玩 玩了之後 那時候 後來就買了一本這個啊 就開始玩了 就更深入了 就是對 然後呢 我順便 我順便講個方位片件事情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就知道說 有個說明書 你如果有說明書 你就會玩到很多複雜的遊戲 因為你不少 沒有說明書 你玩不了 因為你不曉得那個故事背景 你甚至連控制鍵 你也不曉得 你在玩什麼目的是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 那時候 我在台南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也是寒暑假的時間 比較多 我才能玩 花比較多時間玩 那時候 那時候 其實 我是說北部 比較容易買到 像這種 工業本 或者是單側的 工業本 當初 經濟區裡我賣了一些 單側的工業本 單側的工業本 單一遊戲 單一遊戲 單一遊戲的工業本 比如說 比如說 摩尼飛行2 這是看起來 這是發行的嗎 感覺是 是倒映的 是不是 不不不不 這個是有著作權的 這是有著作權的 這是說明書是有著作權的 OKOK 說明書是有著作權的 就是翻譯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 這字已經看不太清楚了 字已經有點 糊糊 你看不清楚吧 對 就是要讓你看不太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你就沒辦法倒映 啊 因為你印出 你一般已經印下去 這就會呈現白色 沒辦法更清楚 你就會呈現白色了 就是 保護 這是一個防盜口 防盜口 對對對對 防盜口的方式 所以近一點就可以看到 這蠻厲害的 對對對 好 這是多久以前的 這一本 這一本應該是 應該也是84年 或八幾年吧 而且這個很厲害 我剛發現了 這個 這麼久之前的書 你看 這麼薄一本 定價100元 好貴喔 怎麼買得下去 不 但是你看模擬飛行 真的是你不行 你沒有送人數 你根本不曉得 沒辦法玩 你沒辦法玩啊 而且你看 他那時候還附 還有附那個 飛航圖啊 喔 飛航圖啊 剛剛不曉得玩過 模擬飛行遊戲 所以你那些數 座標的數據啊 高度的數據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怎麼知道你要 飛到哪裡去啊 對不對 我記得那時候 小時候也有玩過 模擬飛行 那時候玩比較流行的 F16嘛 F6 還有米格29 還有F117 喔 那是PC的 對 F117那個說明書 這麼厚一本 這麼厚一本 他附的 好 欸我們 我們 講這個主題 都會繞到好遠喔 沒關係 太多可以講 然後呢 我記得好有趣的是 那時候 有啦 我弟有在 他很認真玩這個遊戲 他很認真玩這個遊戲 他那時候 我印象好深刻 呃 他那時候呢 因為那遊戲因為 沒有加速功能 沒有時間壓縮功能 沒有時間壓縮功能 就真的要飛多遠 對 比如說你從哪裡 你從 我的意思說 比如說你從 你從 這個這個 華盛頓要飛到紐約 那你就是要 假設 現實世界就要飛 兩個小時 那遊戲裡面 你就是要飛兩個小時 1比1的時間 1比1時間 對不對 然後他就飛飛飛飛飛 你知道嗎 我因為這遊戲 我知道 原來美國有一個 雙子星大樓 所以我是看過 我弟弟 開 開他的 這架四輪飛機呢 然後穿過 試著要穿過 雙子星大樓 兩個塔的中間要穿過去 然後咧 通常說失敗都會撞上去 對 都會撞上去 沒錯 撞過好幾次 所以在 兵拉針撞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撞過好幾次了 你弟弟已經撞過多少歲了 對 所以 而且你知道 那時候因為 那個電腦速度賣 所以他在轉彎的時候 是這樣 有點像換 那個導航的那個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像你玩遊戲lag一樣 會lag 因為他運算美貌很平滑 他因為很平滑 他會在 所以轉彎的時候是這樣子 這樣玩 現在很難想像 是 所以 所以那時候我們覺得 有說明書 但另外還有一本 那什麼 這本是 火狐狸 火狐狸 很skybox 這本很薄 這本12頁 12頁 金讯公司出版的12页 他比较便宜一点 12页40元 比较便宜一点 应该有20年了吧 应该都是30年前的事了 30年前那时候40块也很贵 哇 原来你看 各位 金讯公司最早最早的地址是在这里 重庆北路 好酷喔 这里有去过 那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那时候就体认到说明说这是很重要 就是把你的游戏的情境啊 当然最重要就是功能 就是让你知道游戏怎么操作 然后那个情境帮你带进来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那时候在南部 在台南的时候就很 很少店家在卖这个东西 那你都是去哪里买 所以就少数有些店在卖 你就买 而且我相信他们 出其实很多本在台 在台南的时候不容易买到 所以那时候我们如果 如果听说说 谁谁谁有一本说明书啊 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 就像现在的暑假的时候 对对就是暑假 很热在台南很热 然后听听也在玩的朋友说 谁谁家里有一本说明书啊 有个说明书 有个游戏很棒 很好玩RPG 因为那时候我刚玩过创生机3 就说那我要找下一款RPG 然后他就说 谁谁有一个一个 玩一个游戏很棒 有说明书 有说明书我们要去看一看 有说明书 为了去看 为了看说明书 说明书讲什么样子 我记得很清楚 这么热的天 骑着脚踏车 从台北 从台南市市区 大概可能骑脚踏车 可能骑了半小时 哇塞大太阳底下 脱水吧 然后提到他家 看那本说明书 那个游戏是什么 就是魔戒骑兵 魔戒骑兵 Quiettron 你们刚刚有看到 来来来看一下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游戏 Quiettron 对对对对 封面长这样子 然后这边我们也准备一段影片 大家看一下 这游戏是长这样子 好 这是 这应该是故事介绍 对游戏开场的故事介绍 对对对 有点长 这边这就是要游戏地图 对游戏地图 好 这旁左边是什么 是选单 选单 选单嘛 OK 大家听到那个 那个不是杂音 那是游戏的音效 游戏的特效 音效 音乐特效 对对对对 没有背景 没有背景音乐 对对对对 只有这个 这个 这是在城镇里面 在城镇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些 A就是armor嘛 在卖 卖户具的 W weapon是卖 卖武器的 卖食物嘛 F是卖食物嘛 这游戏里头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里头有那个casino 有赌场 赌场 赌场呢 赌场这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赌 我以前叫什么 赛夫罗德大 Safe and Load 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你赚很多钱之后 很多事情都迎难而解了 有钱好办 对对对对 就是最高级的armor 最高级的weapon 从头都有了 对对对 该买什么 就是一次就攻顶了 一次攻顶 对 我记得他印象中 他层次有点bug 就是他那个金钱的栏位 金钱的栏位 在你多到爆的时候 他会撑出画面 我玩到成竹画面 所以你玩到成竹画面 对对对对 好 好 这个是当年游戏的 这个游戏多久了 这也是30多年吧 30多年的游戏 长这样子 其实算是 我觉得还不错 那时候也还不错了 他其实 他其实后来有 但他有很多 后面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有野外的画面 这野外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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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现在看也是蛮可怕 他刚刚从城镇出来 走路是一格一格这样跳 因为那时候电脑其实效能没有这么好 对啊 好 ok 好那时候我就 因为好深刻就 就骑脚踏车 跟另外一位朋友骑脚踏车 然后热热钥匙 然后骑到他家 然后看到这刚刚看的那个 那个游戏的封面啊 还有说明书的时候 金运出的 也是金运出的 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做得更好看了 那本长什么样子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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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人家去拿东西 他很多东西可以拿 大家等一下 来看一下留言 好 有的 呃 又许说1985还没有出生 好 年轻人 好 然后 有人说 诶第一次玩到中文RPG是 PH射凳雄传 这回我玩过 这个但是也蛮好奇的啦 好好好 路给回来了 40分钟我的天啊 好没关系 没关系 那个 嗯 有封面了 彩色封面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已经没有 已经有黑白印刷了 正常黑白印刷 这是 这个是那个七宝奇谋 七宝奇谋 七宝奇谋 哦这个游戏任天堂的玩意 任天堂也有 是一样的吗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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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好玩 这个很好玩 超好玩 它是一个横向卷轴的带解谜的游戏 对对对对 它是等于是电影的同名 就是那时候那个七宝奇谋 有电影版 电影版 同名游戏 同名游戏 对对对对对 游戏画面大概是 就是这样 刚刚那个嘛 就是 它在任天堂版的 是横向卷轴 就是一个人可以跳下去 对啊 它有好几个角色 你可以换来换去啦 对不对 然后可以进到一些房间 有一些解谜要是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已经有这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了 刚刚Quetron的那个 那个叫魔戒奇兵 魔戒奇兵 这个游戏呢 已经是是这样子版本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个 好棒啊 但是呢 台湾没有 就是没有的卖啊 没有的卖 我就想说 你可不可以借我去拷贝 哈哈 因为可以印得出来了 可以印得出来了 对对对对 老李对不起啊 我拷贝了一本 哈哈哈 老李是精英公司的老板 我后来去他那边工作 好 我居然找到我当初 拷贝的那一本耶 哦真的啊 哦这个 哦这个是原版的吗 啊我没有Cobi啊封面啊 封面有Cobi 我没有Cobi 这是你当初Cobi的 呃 Cobi的版本 当然不是这一本啦 是是是 原版我 我有后来有了 但是我没有带来 对对对 那个封面我没有印的原因啊 是因为呢 你刚看到那个封面印是 很多颜色嘛 对对对 老板不准我印 为什么 他说碳粉要用太多 不准我印 哈哈哈 竟然有那时候影印店 还有这样子哦 对他说你这个碳粉太 要耗很多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哦好好好 还有这种事情 现在完全都没听过 好酷吧太酷了好 好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 说明书 对对对对 对对哦 这本真的看起来放了很久 对啊 这游戏 这游戏很酷啊 你看哦 你刚看到这个是 这是那个呃 刚大家有看到这个地图嘛 这是野外地图嘛 对不对 然后呃 那个如果在城镇的话呢 诶 哦 城镇城镇地图是长这样子嘛 对不对 刚看到啊 城镇地图 嗯 然后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地下层啊 当全地图是这个样子的 是类3D的 类3D的 这个好酷好酷啊 在那个年代 哇地下地 那个地下层可以做到这样子 好酷就是 后来蛮多游戏有一些 当然就一格一格一格 就是它有方向 但是有做出那个立地感 是有做出立地感 哇在那个年代 这种3D已经 觉得好酷了 已经是很好笑 而且你刚才没有发现 它这个游戏啊 你看哦 它在在在在那个原野的时候啊 在在在户外的时候 是一种一种画面的形式 又gameplay 对不对 然后进入城镇又切换的 另外一种 然后地下层又另外一种 就是你视觉上 或者在玩法上 其实有蛮蛮多元的做法 对对对很多变化 我觉得这个 但是现在因为3D技术都很好 所以全部都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当然跟跟跟就是很很很真实的 在当年其实这样子的手法是很创新的 其实也不能说创新 但是其实很多游戏这么做 但是做在这么做 其实有点辛苦 就是你要开发不同的游戏的系统 其实是蛮累的 但是我觉得对玩的人来讲 他可以感受不同的 的那个视角的变化啊 然后视觉上的这些 就其实蛮有趣的 好了 那所以我们刚才问你是什么 刚刚是 刚刚是 哦 怎么进入那个游戏 对对对对 所以呢 你看我这有 所以我就慢慢对禁运这个公司 就觉得说 哇这是一个 很好玩的事情 这个 工作很好玩 这个圣殿级的 圣殿 像圣殿级的游戏公司 你看我所有的 只想观走 知道这些 那时候京讯开始做游戏了 还没 还没 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就是发行这些游戏 发行 还没有自治 还没有自治 所以后来我念书到 到北部念书的时候 我就想说 啊有没有机会 就看到他们在台北嘛 就想说 那要不要来台北 多多认识 不是 其实就只是很慕名 慕名去参 去这个公司 去参观一下这样子 然后 其实目的只是这样子 当然 那时候也希望买一些工业 或者是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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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一套套这样的游戏 买游戏 就去 那因为这个样子呢 就到 刚刚看的那个地址 重庆北路那个地址 去 然后 来认识那边的 就是 过来常去 就熟了 都熟了 然后 老李或他们的人 就会问我说 在干嘛 我说要念书啊 那时候他后来就问我说 那有没有 有没有兴趣 来帮我们写一些稿子啊 哦 写一些稿子 那时候 精训有出出杂志 精训电脑杂志 精训电脑杂志 那所以一刚开始 我就帮他们 等于写稿了 帮他们撰稿 然后 写写写出一些兴趣 他们也觉得 你可能也写的还不错 那我们有说明书 要不要翻 你要做翻译的 对对对 好啊好啊 所以我就 后来就 就 这个这个 翻了 翻了 翻了那个 翻了第一本 第一本的那个 游戏的说明书 就是 21世纪公路站 等一下 还要去拿 还要 又有东西可以拿了 好 大家应该现在很难想象 玩游戏还要说明书 我们现在玩游戏 直接可能 Steam打开 然后下载 看看说明我们就自己玩 好像也没什么说明书 现在应该也没什么 买实体的游戏 我记得蛮有趣的是 去年拿到那个 实体游戏 NBA 2K16 结果打开里面 只有一张序号卡 没有光铁什么都没有 你还是要去Steam下载 就还蛮有趣的 以前 我也买过很多游戏 但是 后来搬家都 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好 来来来 找到了 找到了 嗯 那个 我现在手头上 正好没有那本说明书 我在南部老家 他花点时间在 把他们通过运上来 但是 但是前几天 那个 那时候要进去认识的好朋友 那个 郑明辉呢 他把他 他把他的 当年的一些收藏 转正给我来收藏 真的 那你开心死 是 所以呢 你们如果有 如果家里有东西 有宝贝放不下去了 请都欢迎 欢迎 我会帮你们好好收藏 所以他带来当年的那个 金讯杂志里头 附赠的一个海报 那时候金讯电脑 每一期都有附赠一个游戏的海报 那 这个正好是我当年写的这款游戏的海报 哪一款游戏呢 这个 21世纪公路战 21世纪公路战 road war road war 2000 yeah 所以我看到这张海报 哦 这游戏是在玩什么 呃 这样子好了 这个游戏是那种 它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策略 策略战斗的 策略战斗游戏 但是它设定的背景呢 有点像疯狂麦斯 对 我刚刚看到你 对 就是疯狂麦斯 对对合战后 然后 然后呢 呃 它是其实是 等一下 要对焦一下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奉猛 一个设定 那是 这游戏里面呢 其实你就是一个车队的队长 队长 然后你你你你刚开始可能只有一台车 然后后来你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车队 到处冒险 然后 打败敌人什么什么鬼的 然后后来你不小心又接到一个什么 神秘的任务 这样子 那是一个 它是一个策略型的游戏 它是一个策略游戏 对 呃 其实这样说起来 其实 现在想起来它其实有点像是那种 呃 陆上的海战 陆上的海战 因为你带着一堆车队 跟带舰队 像舰队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大有小 嗯嗯嗯 然后 火力最强的 火力最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我现在印象最后 火力最强的是 巴士 巴士 大台的 是大 或者是那种 校车 校车 它很长 嗯 然后那个你的人员呢 可以再从这一面呢 可以有很多很多 那个枪炮可以对外 所以有点像 你有没有 船舰 发炮 这样子很强 对对对对对 所以像想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巡洋舰的那种 好玩 这游戏好玩 对 现在我们还找得到吗 游戏 其实可以啊 这些你真的想认识玩 你在网路上都找得到 对对对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得到 是是是好游戏 好我们已经 刚有一些问题聊到 那我们来聊一下好了 就是 你办杂志这件事 以前刚开始 电脑玩家 在创办的时候 嗯 的过程 有遇到哪些困难 好 或是有哪些 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回忆 嗯 电脑玩家是 OKOK 电脑玩家时候 电脑玩家最大的困难 就是遇到没钱 哈哈哈哈 或是遇到 遇到被 同业 同业竞争时候呢 用银弹公式来跟你 这样子 对进行工作 其实 这银弹公式坦白说 各行各业都是啦 了解 各行各业都是嘛 那时候 跟大家说到游戏 那个时候的背景 就是有很多游戏杂志 嗯 背后都是游戏公司出资的 那电脑玩家当时不是 就是 唯一 唯一 自己 自己把钱找来 然后自己发行的 没有没有把钱找来 就是跟父母借钱 哈哈哈哈 跟父母借一些钱 然后跟 跟一个朋友 大家一起合资刚开始 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啊 其实 你刚刚提到 什么困难的事 坦白说 现在想想 也觉得也还好吧 人生其实 就是 就是这样子嘛 有困难就解决 所以 其实 还记得的比较多 其实都是一些开心的事啊 干什么 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其实 就是把杂志做出来 就觉得好 每次把杂志做出来就很开心啊 就是 那时候是月刊嘛 对对对 那时候是 第一期的电脑玩家 那时候是小本的 后来是 小本的 没有 小本的 小开本的 后来是 就变成一般杂志大小 比较大比较大 那是早期的 这是最早的电脑玩家 第一本嘛 所以你说什么开心事 就是 你居然可以出一本杂志耶 嗯 嗯 对不对 然后 上面 上面会出现你居然强的名字耶 你自己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 好像有点酷耶 对 这个还蛮厉害 下来点 上面有 发行人 发行人记 什么主编吗 呃 发行人记 主编 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 编辑 你要看那个编辑助理吗 编辑助理 莎士比亚 哈哈 莎士比亚是什么东西 这老人家才知道是 莎士比亚是 当时电脑上一个 排版的软体 他其实不能讲排版软体 是 他是一个做 海报的软体 就是可以 你可以把字跟图编排 他其实只是做这样子 字跟图编排 就是 我记得 你要说一个图文编排的程序 我记得有看到的时候 那时候是看到 在Windows 3.1上有 Windows 3.1 啊对对对对 那你可能是用麦金塔的 不不不不 你也是用PC PC版本 没有 莎士比亚也指着出PC版本 他指出PC版本 他指出PC版本 所以呢 我那时候知道有这东西之后呢 我把他拿来排杂志 排杂志 就是 反正你也觉得杂志就是一页一页嘛 一页一页 就一页一页 就把他当海报一页一页一页 就把他当海报一页一页来做嘛 所以那个字跟图都是慢慢自己兜上去 就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你 就是好处是你一个人就可以 完成这件事情 那我就不说这些复杂的事啦 就是以前其实 要排版其实要 要很多人力的 那透过这个 这个 现在大家所熟悉的 这种排版的 对对对 其实 其实效率变好 然后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所以我那时候很开心 第一次做完之后呢 8月号嘛 那那时候 正好资讯月好像是9月10月 8 9月10月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就很开心 拿这本去他们摊会 拿给他看说 我用你们莎士比亚做出一本这个 真的啊 对对对对 然后他的脑筋就出现那种黑人问号 这样子的 蛤什么 你说什么 真的吗 他说我们这个不是做杂志 对对对 他说我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来做这些事情 我说有有有有 好 所以呢 你说开心的事情 就这个 然后应该你把它做出来了 就是好像你生了一个小孩一样出来 没错 你想做的事情你完成了这样子 然后做出一本自己也想看的 自己也想看的的杂志 重点是自己也喜欢的东西 自己也喜欢的 对 我觉得这这开心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啊 你做了一件你 你自己都开心的 这都很很容易看到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很开心的 再来是我觉得透过这种杂志 我认识好多好多好朋友 就是同好 同好玩游戏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后来 后来这些特别作者朋友啊 或者这些当初以前的同事啊 其实也蛮多人后来就是在游戏这个领域 在这个地方 在工作发展 那有些人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个我觉得 然后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好朋友 我觉得这是个很难得的事情啊 后来Luke 就是离开电脑玩家 那当然你中间 你可能也有创一些其他杂志 那你完全脱离杂志之后呢 你有想过说 我哪一天我要想要再办一次杂志 有这个念头吗 其实 其实我也曾说过 其实我 我一直念念不忘 这个 做杂志这件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做杂志这件事情 它显然每一期它就是一个 它其实就是一个创作啦 对 它其实就是创作就是一个生产 就像做出一个作品出来一样 就像做出一个作品 而且这个作品里头有更多的 所谓的 你的想法 其实 当然有很多 这个想法是来自于 这些特议作者 大家的公稿进来 一起的 对一起做 但是 毕竟你还是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用你的要求 你的方向来组合起来的 那 所以 虽然很多文章不是我写的 这是厉害的特议作者 你写的 但是 你还是 用一个你觉得好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 对不对 等于这个 你还是喜欢做这个 我带头有一个概念 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完成 其实不是说带领大家 其实我后来想想 我从小其实就很喜欢 做出一个东西出来 把东西做出来 我记得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 南部老家 有一个书柜 有一两个抽屉 是专门放一些 我平常看到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 一些小小小玩意儿 比如说 比如说那时候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裁缝机的那个车线 最后不是会剩下那个什么 那个木头吗 那个线 那个线轴 线轴 木头的 哎我觉得这东西 我觉得很好玩 就把它丢下来 那或者是 或者是说 你那时候 那时候如果 喝牛奶啊 嗯 上面不是有一个 比较厚的 它是用铝 铝箔的吗 你说那个封盖 不是封盖 你打开之后 上面还有一片 你要把它割下来 哦 有没有 那肯铝片 小的金属 对对对 然后把它割下去 我觉得这东西 以后我可能可以拿来做什么 我就把它留下来 所以 然后我觉得多少 我也受我父亲的影响 他喜欢自己动手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 我觉得我蛮能够想说 自己想做什么 然后把它做出来 做出这个东西感觉 那其实做出杂志 其实有点同样的 一样的概念 对那样的概念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做出什么东西出来 嗯 然后实体的做出来的样子 嗯 那 那然后来 呃 做了游戏基地嘛 有后来做游戏基地 网站 网站 然后其实更 更清楚的 在第一线很清楚的理解到 整个媒体的那个变化 嗯 它就进入数位化了 那 我真的也后来 自己亲眼目睹 那个杂志的 跟网站的消退 嗯 哦 反正这些东西 全部在你自己的面前发生 了解 而且你有影韵的数字 可以看得出来 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你那时候很清楚 就是说啊 这整个世界的趋势 其实就是往数位化 嗯 网站上面 嗯 然后你的内容 会变成生态内容 越来越 没有人愿意付钱给你来看 了解 是是是 然后 然后 所以 但是你心里头其实也一直想 哎 有没有可能可以做杂志 你还是 情感上 你会一直想这件事情 但是你的理性会告诉你 这个事情回不去了 做不了 做不了 这世界啊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发发展 所以 所以这几年后来 后来看到整个整个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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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行业数位媒体 这个行业投入之后 事实上发现 其实变现真的是越来越困难 就是 嗯 以前做做游戏基地网站的时候呢 你有流量 你那时候有比较好的变现率 就是你做广告 简单讲 有广告进来有营收 不是有广告进来有营收 不打营收了 那时候的价钱也比较好 不许坦白说 那时候价钱也比较好 而且整个整个 网络世界的那个 的那个行业的那个 还存在所谓垂直行 垂直行网站 垂直行入口网站的那个位置 现在是几乎没有这个事情 是 因为坦白说就是被Facebook 通通给推倒了 通通推倒了 所以你即使现在有一些 还不错的流量 其实你去用广告变现 或其他变现 它现在变现的变现率其实很差 我记得一下真的是差很多 可能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吧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实在是太 我不知道潮流 但是变现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慢慢觉得 越来越觉得 网络媒体这个事情 真的是强者越强 就是寡占的情况 已经出现了 所有做垂直媒体的 做生产内容 其实都遇到这个问题 都遇到这个问题 坦白说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所以我的感性的那一面 就开始又 又起来 又起来 然后再跟我的理性在对话 在对话 就觉得说 欸有没有可能啊 对 找一个方式 找一个方式出来 对对对对 那后来呢 呃 我就觉得 也可以试试啊 就可以试 就是我也提过 就是我看看 我也观察 也有在阅读 呃这个这个 那个西方世界的那个 《怀旧游戏》 一个叫Racial Gamer的杂志 对对对对 那他已经做了 他已经做了 今年是做第15年 月刊做第15年 哇那很厉害 他可以做很久 那证明 至少在西方世界 这事情是行得通的 有市场 他虽然不是最主流的杂志 但是他其实是可以继续经营 一定有一定的人 会喜欢这杂志 不然他不可能做到第15年 继续这样做下去 所以那这件事 这样的事情在中文的世界 还没发生过 嗯 那我觉得 在晚西方世界 十年十五年之后 我觉得 这个中文的世界 正好 在晚这样的时间之后 我觉得是成熟的吧 就成熟 就说当年像我们这样 对不起 你跟我不太一样 我差很多 我差十几岁 OK 就说 好啦好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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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你为主 就像你这样的 这样的当年的玩家 已经成家了 对不对 然后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工作 或事业了 对 那开始在怀旧了 没错 开始怀念以前的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 那应该是个机会 那来试试看吧 所以你有做过市场调查吗 台湾这边 因为你是看国外这边 做得很好 有机会 那台湾你有问过谁吗 其实 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 呃 你说要正确的 客观的数字调查 嗯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就是 那个集资这件事情来验证嘛 哈哈哈 所以说其实 最后市场调查 后来局地集资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这样 看看到底 这个可不可以 是啊 你说在你 你任何的这个调查呢 嗯 坦白说 都不是很准确 嗯 比如说 你想不想看他这样子 啊想想想想想想 那我告诉你 那你那一年要花 要花1980元 你愿意吗 可能就不愿意 第一个有人会觉得 哦这样子哦 有人会说 好啊好啊 还是正在开始 要你付钱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又另外一回事啦 所以最后的验证就是 有没有过关嘛 就是集资有没有过关嘛 当然你先前有些朋友提你想做这个事情 嗯 那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 你只能 坦白说你只能感受气氛 有没有那个气氛 你会感受到气氛 就是说这件事情来讲 我感受到大家的气氛 觉得哎 哎呀不错不错 好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路做 先做粉丝团啊 先做社群操作的时候 其实有感受到那个气氛 但是我们很清楚 那个气氛 但是最后你没有变现这件事情 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就是后来就变成是 走极致这一块 那当然设定就是 设定就是要走极致这一块 原本一台就是 本来就是设定 就是说 如果 这个社会没有两千个人 没有抽到四百万 哦 那你就很清楚 社会告诉你 他不需要这个东西 不是他 社会不需要这个东西 不需要这个场景 对他不需要你 不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自己在看群众这件事情 也是这样子的概念嘛 就是说 放上去就是 有大家想要 其实这个自然会成功 是是是是 而且说实在的 也很感谢这些 这些人来 来来来来 参与集资 虽然说没有错 就说集资没过 钱你还是会退回来的 对 还是会退回来的 但是其实多少 大家还是会有这种顾忌嘛 就是我也不清楚 到底会不会过 那你有先拿钱出来 啊 万一到时候还要退 啊很麻烦 好多事情很麻烦 干嘛要这样子 那我要不要等到时候 几支成功 我再来买就好了 所以 在成功之前 就就愿意出来赞助的人 我相信一定是最 一定是铁粉 铁粉 铁粉就是对这件事情的认同 跟喜好一定是铁粉 所以就是 其实你跟我讲 我们真的是一起来成就了 这本杂志的诞生 大家成就这件事情 也证明这件事情是可以做 是啊 好 对 而且我要说这个事情 在中文世界 这也是也是第一招 第一次 第一次 因为之前都是你说国外的杂志 对国外的杂志 而且我们不要说 我们不要说是怀旧游戏杂志 新的游戏也没人这么做啊 就游戏 应该说游戏出版品 游戏出版 游戏类出版品 所以在中文世界 这可能也都是 呃 第一个吧 应该是第一个 应该是 极可能 极可能是第一个啦 因为我没有印象中 有人做过类似的 比如工月本啊什么的 是中文中文的 了解 嗯 好像好像没有 嗯 好像没有 所以我们一起成就有一件 很不错的事情 很棒的事情 所以说 因为人家以前讲嘛 你要害一个人就要去办杂志 嗯嗯嗯 这次是有人害你吗 说哎你来做这个事情 还是没有 没有啦没有 自己害自己 就是自己 自己还是 心心念念还是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自己挖个坑 不过还好有那么多人 跟你一起跳进去 其实就是 就是 说 现在有一个很很 很棒的一个机制嘛 就是群众募资 来集资这样的机制 大家来确定这个市场 你大家 有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嘛 有没有需要你 需要这个产品 来验认这个事 对 那你 除了做游戏出版业 那你之前有想过 我自己是不是能够 做一款游戏 呃 坦白说 呃 我曾经想过这个事情 就是 应该说我 我退伍之后呢 嗯嗯 我退伍之后 呃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就是到 经训上班上了一年 嗯 差不多是上了一年 嗯嗯 那那一年其实 呃我觉得 对我的帮助 蛮大的 就是说以前 呃你只是一个玩家 只是一个作者 写写稿啊 这样子 但其实你对这个 游戏市场的理解 哦 人事物的理解 其实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嗯 那在建训的那一年呢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哦 让我了解 这个市场的样貌 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然后就是等于是说 把这个行业的地图啊 就是都画出来 都画出来 知道怎么怎么一回事 有什么需求 哪边有什么矿啊 哪边很危险的 哪边有什么喜欢 比如说你就很清楚 什么类型的游戏是 呃是大家不要喜欢 什么类型 是不喜欢的 嗯嗯 到现在还是 至少我以前到现在还是讲 科幻类 在台湾都不太 都不太卖 都不太卖 那台湾卖什么 你自己看到 其实就是奇幻类啊 奇幻类啊 奇幻类还是RPG嘛 奇幻类 对对对对 武侠 武侠应该 武侠应该也是啦 所以那事情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在那一年对一些人事物的 的认识 然后我那一年因为 我帮忙协助管了 那时候京郡的那个BBS站 官方的BBS站 嗯哼 啊 你好像一副 我没有 okok 但是BBS你知道嘛 BBS知道嘛 对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管的 呃就是 共管的那个 京郡的那个 官方的BBS站 那在那BBS站 其实就也认识了很多人 是自己驾的站 那时候 他们自己驾的啦 那时候也因为这样子 就是 那时候最大的白日梦 嗯 白日梦VS嘛 对对对 那白日梦 那在那边就是在 在很多的这样子游戏的 的那个 这个的讨论板里面啊 跑来跑去 那时候就 就发现了很多 很多神人啊 达人 在那边发表高论啊 嗯 我其实就透过这样的形式 认识了好多 啊 后来把他们找进来的 特别做这样 就是从那时候BBS 对对对对 就是找了很多认识的朋友 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很很难得的经验啊 然後 所以呢 呃 呃 我能够在行业做什么事 坦白说 跟大多数人想的都是一样 就是说 来设计游戏吧 因为其实很多 很多爱游戏的人 都一定会有这样的念头 或这样的梦想 玩家应该都有这个想法 像我以前小时候玩 我玩轩炎剑 我玩完以后我也觉得说 这个东西录里面在加什么很好 我弄到小时候 还写信给制作小 他们叫DOMO小时 然后我写信去 还真的有人回我 虽然说那个字还蛮丑的 你还找到那封信吗 我会帮你比对一下 我要和你找到看看 就是真的有人回我 我真的觉得很棒 那感觉很棒 然后反正你就是有这种想法 你玩嘛 你就想说 那我自己做的话 我告诉你 你去把那封信找来 我负责帮你找出是谁回的信 好不好 好我找我看 好 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同样想过 就是哎 那来来 来自己设计游戏啊 多好啊 多棒啊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呃 我也有一个慢慢有个想法 就透过刚刚讲的BBS这些 我觉得更能够理解到这些 呃 玩家们想什么需要些什么 或者是包含自己想想需要些什么 其实呃 我在那个时候呢 呃 常常看一些 当然因为监讯 监讯公司的关系嘛 嗯 其实有很多 国外的一些杂志啊 游戏杂志啊 比如说呃 当然最常那时候最常看到就是 应该说在PC游戏啊 那时候应该是 呃最 最有历史 然后有一个很 很那个这个神圣地位的一个游戏杂志 就是computer gaming world 嗯嗯 computer gaming world 我们常看那个那个 CGW CGW 简直是CGW computer gaming world 电脑于世界这样的一个 一个呃 原文的杂志 然后或者是看一些其他的一些呃 其他的游戏杂志 欧洲的啦 各方面就有看 那其实都会觉得说 他们做的很不错啊 做的蛮好的 嗯嗯 但是你又回来看那时候的的台湾市场 你就会觉得没有 那时候的杂志你不是你想看的 嗯嗯 比如说那时候大 就是呃 那个那个呃 那时候大独大的杂志就是软理世界啦 嗯嗯 当然介绍很多很丰富的资讯 但是你总觉得 有很多你想看的东西你看不到 游戏的内容 有内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呃 再来是那时候因为金讯正好 在也刚收到他们自己的杂志 嗯嗯 其实应该收了一段一段时间 就是他们那时候出了一本 呃 那个那个金讯电脑的电脑杂 出了27期很可惜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应该这么讲 那时候呃 因为软理世界在在那时候 其实在整个自贯体系里面 他们其实负一个任务嘛 嗯嗯 推广自己的产品 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难免有一些呃 在对游戏的的的介绍 或者是呃 评测评期这方面呢 都都被赋予这个任务 所以你会觉得有些内容 呃不是那么的 嗯 不是那么的真实 了解 不是那么真实 啊 所以那时候 我快发现 哎好像不是我这么觉得 也也蛮多人有这样的看法 嗯 就是说那时候大家会希望有一个 就像我在国外有一看到 的computer game world 那些那些杂志里 你这样子啊有有那个这个关于 关于这个游戏的介绍能够用一个更公正客观的角度在写啊 那影响我最深的呢 其实是 那是 我跟你讲 computer game world 这个杂志在来很不错 但是呢 其实我仔细 我那时候想想 现在或是现在回想 他其实 也不是那么敢 敢写 你知道吗 他也是有 说广告的那种吗 不不我我不是说 我我不是说 他说那件事情我不晓得啦 我也不在 但他一般我觉得也也应该也不至于 嗯嗯 但是我所谓梅诺彻底的意思 他他会介绍新游戏 他会review一个新游戏 但是他最终他不会给一个评价 评价等级 就是新等啊 或什么A级B级 就是讲完说内容怎样 对对他讲 对对他不会有一个评价 好不坏 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那时候我看到一些欧洲的杂志啊 我觉得他们很敢写 嗯 欧洲的杂志 那本杂志呢 嗯 叫做叫做什么呃 叫做Advanced Computer Computer Entertainment 嗯 就是Advanced Computer Entertainment 就是简称叫ACE ACE ACE 对内门杂志 等一下 他又要去拿了 他又有了 好我们等他一下 好 来了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 这本这本杂志其实坦白说 呃对我对我对我这个有这个做杂志的那个定位上面我觉得我觉得影响是大的就是你会发现我后来后来千辛万苦呢买到这个杂志的创刊号嗯 嗯 因为自己做杂志嘛 所以 对于创刊号这个事情呢 就有一种 难以抗拒 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想要收藏啊 特别是你觉得很棒的游戏 嗯 这本杂志啊 我看啊 1987 1987年 10月 1987年 30年 30年点 刚好30年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的名字啊 ACE Advanced Computer Entertainment 就简称AC AC 嗯 然后呢你看哦 我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好酷哦 因为ACE就是王牌嘛 对王牌 就是ACE在在那个 A在 不 但是不 ACE当然那个意思啦 但是ACE就我一个喜欢玩 那时候喜欢玩空战游戏的你就知道 嗯 ACE就是美国空军把 击落 连 就是说累积击落五架敌机的 嗯 就称之为真的是ACE 就是王牌飞行员 飞行员 然后王牌飞行员 王牌飞行员 也有这个游戏 对对对那 所以ACE的意思其实很酷 我觉得好酷 这个名字 特别对我这种玩 喜欢玩模拟飞行游戏 你觉得哦 这名字好酷哦ACE 简称叫ACE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叫 我出了电脑玩家杂志之后呢 我就用了另外一个名字 你看 也是ACE 我叫Amazing Computer Entertainment 哈哈哈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 异曲同工 异曲同工 有没有 所以都一样到简称叫ACE ACE 所以后来 所以那个 那时候做电脑玩家 那个年代呢 会把电脑玩家称为ACE 坦白说 那都是我们自己 一些编辑啦 特别做的 大家知道这个典故 大家会讲到ACE 其实有这个典故 然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杂志啊 你看哦 我觉得 这就是影响我觉得很大 就是你看 他对一个游戏有个Rating 嗯 最后会有一个评价 对对对有评价 评分 你看哦 视觉效果啦 音效啦 IQ啦 或者有趣的程度 最后呢 他有一个 亮表 Rating就是几分 几分的表 他们当然做到1000分啦 我就是 后来我觉得这有点没有意思 难道 难道 875分呢 就是比874分的 好玩一点吗 感觉分得很细 对 而且你看哦 他那个表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大家如果看一下 他那不是 旁边有个蓝色的图表 蓝色的图表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就告诉你啊 你玩一个游戏啊 你经过多久时间之后啊 你觉得好玩的程度 会怎么变化 前期中期后期 对对对对 做这么细 对对对 就是说你大概玩多久 还有乐趣 对对对 然后你乐趣能维持多久 然后越后来就越无聊 这个就是最后面 就烂尾的感觉 对对好 所以呢 我就看到说 哦 原来 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嗯 而且他也 他也出现过这种很烂的游戏 我那时候觉得说 哎 这个是 好 好敢写哦 嗯 而且你会觉得 对 如果我是消费者 这东西太好了啊 有用啊 他有用啊 我一个月的 零用钱就这 有这么五百块钱 对 那我如果买到一个烂的游戏 嗯 那就很 吐血吐到死啊 会很生气 对啊 而且你那时候是个学生 对对不对 就这么一点 零用钱就买到个烂游戏 烂游戏就很生气 对不对 你会很生气吗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 说说实话的 嗯 的媒体 对啊 对啊 当然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就是 你可能要得罪厂商 或什么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得罪厂商过 有啦 有 那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 哈哈 其实 这么说好了啦 就是 坦白说你很难同时 呃 要 要对 讨好读者 又要讨好厂商 其实你没办法 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啊 没有办法 全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你没办法 讨好厂 读者 然后大家愿意买你 又讨好厂商 厂商愿意愿意付钱 来买你的广告这样子 所以你只能做个决定嘛 嗯 那当然我们 我们的态度会比较 比较 就是 在读者跟厂商的中间 我们会 会偏向像读者的方向去靠近啊 嗯 所以自然 如果 厂商的游戏被我们拼得不好 那他们当然会生气啊 对不对 那当然他们最 最理所当然会做就是抽广告啊 就不来看广告嘛 这个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啦 就是 这是一个代价嘛 这是一个代价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选择 你要怎么做嘛 对好 那所以 从碰到的问题上是这样子 但是我总觉得 你其实你只要能够得到 读者的认同 我是觉得是更重要啊 那 我也 我也长期的常说 我也觉得 有些厂商其实也能够理解 了解 那我觉得这些厂商 这些朋友啦 这些厂商朋友 其实也 也很明理啊 然后 我也很谢谢他们啊 谅解 有这样的情况啊 那 当然这些事情都试过境迁啊 都二十三年三十年过去了 我想 大家 有些这些朋友 这些厂商朋友 后来大家也都还都是好朋友 因为你做的事情 坦白说 人家还是会 会认同你啦 他只是这样子嘛 只是没办法 就是结果是这样子 所以 你说如果遇到什么 事情 他 其实就是这样子啦 那这一次我们 这个 就有一些实在杂志 墓资 其实你当初设定是四百万 那 后来是整个是超标 我看 網路上的资料是超标是 超了一百八十一趴 所以等于 哈哈哈 好啦 就是 因为这事情其实是这样 为什么我有那种 不切实际觉得 应该到一千五百万吧 嗯 这原因其实也不是 没有道理的啦 就是 因为当然那是 那个没道理 自己认为的没道理 是因为那时候的无知啦 就是 那时候你 因为你没有 以前你也没有什么 没有一个参考标准 不是不是 不是 在之前我其实也没太去 了解跟研究 整个群众募资的 这个极致的行为是会 会有什么样的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 趋势的变化 不知道嘛 或者说 极致的人呢 的心态是怎么样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其实 因为我这案子是这样 你看我设定是四百万哦 那 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根据 我们那时候委托 给 那个 贝格放大 来帮我们做 做这个行销操作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也没曾经做过 他没有做过一件事情 在我这个案子上做 就是 正式 集资开始 还办了一个 一个活动 一个活动 一个 启动仪式 启动的活动 他从来没办过这个事情 那我们那天就做了这个事 我记得很清楚 1月20号开始 晚上八点嘛 我们好像七点开始做活动 然后 八点正式 就是启动页面 启动了之后呢 一个小时 之内就有一百个人 就一百个人 就一百个人 就一个小时之内就一百个人 一小时 然后二十四小时 就累积到一百万了 就已经募到一百万了 就已经募到一百万了 四分之一 就四分之一了啊 一个天二十小时 对啊 所以天真的人就会觉得说 哇 不得了了 我那时候设定两个月 两个月之间 想说 说不定两个礼拜 就四百万了 好开心了 那这样推演下去 不就是 一百五十万 当然不是这样子嘛 因为你没有经验 一开始 其实会这么快 就是那些铁粉 迅速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迅速集结嘛 接下来 铁粉就用完了之后 就会很满 就会慢慢趋缓 那铁粉就 到后来就开始会很担心啊 到后来 呃 结束前 预定了两个月的结束前 大概一 一个礼拜前左右 嗯 或是十天前 还不到十个percent 还差 还差十个percent 还差十percent 而在那之前呢 每一天呢 大概只增加一个percent 嗯 所以 那时候你就 哦 那 所以你看 差十个percent 一天一个percent嘛 所以 差不多 好像好像会达到 嗯 但是又觉得好 会不会有点危险 要大 又到不到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其实 就很担心 那 后来 后来我记得到 第七天来第六天的时候 突然就爆充了 又一波 就一波又起来了 那时候我后来才理解说 哦 原来 原来 这在 这在那个集资的 这个这样子的 圈子里面 确实会出来 出现这个状况 就是 一旦你 一旦你这个案子呢 在最后 尽快达成的状况之下呢 其实 有很多在旁边围观的人啊 哦 光望 他们会观望的人会觉得 哎 有机会哦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然后这些人就进来了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呢 这个案子会是这样 一开始会有很多铁粉 然后接下来就是 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 这个圈子外面在看在看在 在等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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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等他 等他 有机会有机会 然后就会冲进来 然后就会冲过头了 然后就会再冲过头 原来是这样子 那前提是你必须在 在集资结束之前 要让大家觉得 哎 你有机会成功 当然如果差个一个礼拜 你还有差百分之五十没到 大家会觉得 所以就没有那个 围观的人会进来 对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做过之后才会知道 所以这个贝壳放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 可能他们自己心里有底 就是说他们知道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之前 我可能也问的没有很多 我不太理解这样子 你也是第一次做 当然我是第一次做啊 当然是第一次做啊 只是后来其实 再跟那个 就是那个平台 那个局势底下 这个全木贝果的CEO 在聊这个事情 他才告诉我说 会有这种情况 了解 但是我后来 也比较放心一点 但是 放心一点是 那只是说一个 一般的状况 但是这个事情 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也不知道 了解 所以那其实是那时候是 那时候 那时候心情确认是 上下不安 忐忑不安 是忐忑不安的 当然后来就是 就是后来就超标过去之后 大概是 一个happy ending 了解 最后结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 那目前就一次实在 已经实体出版了 那接下来 还有哪些其他的发展呢 呃 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 一个小时超过 哦 原来超过了 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剩下 你 好 没事 对不起 我回一个重要的讯息 好 没关系 有时候 没问题 sorry 好 我等下来问的是说 目前这个杂志 已经顺利出版了 那接下来 不知道路可这边 还会有哪些规划 那我知道的话是 电子书 是不是也 也要准备 会有电子书版本 电子书版本 其实已经出了 已经出了 对对对 那有其他的规划吗 呃 其实坦白说 我现在所有做的事情 嗯 呃 其实就在我中央号提的 我 我 呃 我我我当然 我是很希望这个杂志 不是我很希望啊 我的目标其实是 做这个杂志 嗯 至少是做个一百期 嗯 是要做一百期 才能把 所有这些经典的游戏 才能全部收进来 嗯 那你会觉得 一百期哦 对 有那么多吗 各位想想看哦 我如果一期提到游戏呀 只有十款的话 嗯 一百期就是一千款 对 你会觉得 一款好多耶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希望收入了大概将近三十年来 对 三十年来的一些好的经典 所以 平均一年要三十三款游戏 嗯 三十三款今年的游戏 而且不光是PC 啊 包含PC包含 游乐器三千大型机台都要进来 嗯 你觉得三十年来每一年 有没有三十三款好的 今年游戏应该收入进来 嗯 肯定有 肯定有 所以你对于这个主题是 那主题我就不担心 而且这件事情 从从那个 这个国外的英文的杂志 是 他们都会做到第十五年了 是 是 全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们其实也是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才把所有的游戏 好的游戏 可以一点点累下来 所以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至少一百本杂志的一个出版计划 嗯嗯 是 我现在说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把它做好 嗯 让大家觉得说 有信心 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 所以还是专注在内容 当然是要专注在内容 其实说实在的 大家花的钱 就是要买你的内容啊 那你必须 把它做好 其实我觉得就像进一个餐厅一样 嘛 你今天去一个餐厅 你觉得他应该不错哦 怎样你吃了 好吃才会再来啊 不是吗 没错没错 好吃才会再来啊 所以 就跟做餐厅一样 我们就是努力要把 把餐点啊 把内容做好 让他觉得 我应该常常来 没错 值得把 一起把这一百本的计划给完成 嗯嗯 好 那接下来 问题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哦 呃 感觉你好像比较喜欢 电脑平台这样的游戏 其他游乐器或手机平台 现在都 其实也都蛮强势的 现在反而其实 电脑不是唯一的选择 那你觉得电脑游戏的发展 还有哪些机会 呃 我必须这么说啦 我确实 我觉得 应该这样讲啦 呃 这个 我个人 当然是 玩PC游戏为主啦 嗯嗯 就电脑类 应该说电脑类游戏为主 那我 我觉得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是 玩游乐器为主 对 对 坦白说 少数人才两个平台都玩 对 怎么说这件事情呢 各位 玩一个平台啊 玩某一个平台 是要花钱的 对 没错 所以你玩PE平台 其实你就 比如说我们三十多年前 我们如果有一台PC可以玩 你还好 当然除非家里就是很富有 对 爸爸再又买游乐器给你玩 你就可以多玩嘛 但如果不是 就是你只能 你只能养一个平台 养一个PC平台 那我是养在PE平台 因为 那时候PC 能够骗过去嘛 就是 要学电脑 学尖端 学 学的那个 那个电脑科 最新科技嘛 对不对 玩游乐器你就没有 这个 这个道理可以说了吧 就是玩嘛 就是玩嘛 对不对 但有些父母有些很好 游乐器也可以跟你玩 所以有些人从游乐器就开始 游乐器玩游乐器为主 所以 所以本来就每个人可能擅长不太一样 那所以 这也当然 导致我后来出的是电脑玩家杂志 而不是游乐器玩家杂志 这样的东西 那当然那有部分赚进 那我也知道 在这部分我是比较欠缺 所以我就也 也很感谢 就是一样在出版 就是游戏这个杂志圈 或者游戏出版的圈子里头 有些好朋友 他们擅长在这个 或者游乐器 或是大型机台 这个部分 他们可以提供我一些咨询 顾问 然后把一些好的内容也摆进来 就像这次大家看到的第一期 介绍到红白机 那其实就是 如果我能够掌握到一些高手 一些好的作者 来写游乐器这部分 其实也不是问题 其实就像这么说吧 就像玩 我当作电脑玩家杂志来说好了 我也不是所有的类型的游戏 我都我都熟啊 了解 对不对 那但是你只要找到 诶高手 愿意帮你 愿意帮大家写稿 那就可以把整个部分做起来 就是游乐器部分也是也是这个样子 是 好 那最近几年呢 其实像 我们以前 很多经典游戏 现在有 有些游戏公司 就是有在做这个复刻版本 像 新海的复刻版本 就快要出了 8月15 对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游戏的复刻版 我觉得复刻版这个意思 其实也某个程度也在呼应 所以 这个旧游戏这杂志 能够推出的一个原因 就是 大家还是 对 就是不光从 读者 从玩家的角度 大家开始在怀旧 尤其公司的老板也觉得 他自己其实也开始在怀旧 而且 而且 他们也客观的会觉得说 有这个市场的可行 有些市场的可行 他们想做这些事情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这是互相的市场的状况的一个呼应 所以 也回归到你刚刚讲的 已经有这么一群人 他是很怀旧 所以厂商看到商机 因为 我觉得这样讲 我觉得经典的游戏 其实 它是说经典的原因就是 你再救你回来玩它 它还是好玩 嗯 对不对 了解 我这样讲好了 古典音乐 嗯 对不对 永远都是经典 不 贝多芬的命运交往曲 是几百年前写的 对 现在听还是很棒啊 是很棒 就是好的作品 啊 游戏也是好的作品 啊 他 我相信 其实在 二十 光二十年前 几年前的PC 那样子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 画面不是那么精美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到达一个 基本的要求的门槛之上之后 嗯 我觉得什么时候来玩多 都是值得 都是好玩 对 我也蛮认同这件事 好 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有很多 对游戏很有兴趣的年轻人 想要进入这一行 你有对他有什么建议吗 哦 已经到最后了 已经到最后了 这么快了 好 呃 那个 什么建议啊 好 我在这个建议之前呢 嗯 呃 我有提供一些 一些 一些东西 给你的粉丝好了 好 谢谢谢谢 感谢 大家等一下他会去拿东西了 哈哈 好 你看到我穿这件 对不对 这件呢 这件T恤是 就是那个 呃 创刊纪念T啦 嗯 因为 对对 因为上面 上面还有写着 旧游戏时代 而且还有还有那个时间哦 2017年7月1号 对对对 纪念这个时间 嗯嗯 所以这纪念有自己 对不对 那我们要拿一件 好 来送给你的 你可以做活动 或是想要看你把它送出去 我们之后再把它送出去 对对对 这真的是限量的 因为 我们总共也才做200件而已 200件 哦真的那蛮少的 对对对 我们送给那些VIP的会员啊 或者一些 呃 一些 一些朋友 或是当初 当初有来 当初有来赞助那个 呃 典藏包的 典藏包 当初我当初点 当初来赞助典藏包 我们那时候 承诺的回馈品 其实是 是创刊海报 创刊海报 嗯嗯嗯嗯 那后来我就把创刊海报 这个事情给升级 变成Teacher 变成Teacher 我觉得 更有价值 不是 不忘了是很有价值 因为我真的也很感谢大家 大家 大家的赞助 所以我 我觉得应该 舍得多花一些钱 做更好的东西 来送的方面 对对对 好啊 不过这是M卡 对对对对 到处我们就 把它送给大家 然后呢 我特别送一件 XL给你 哈哈哈 送给我太棒了 知道我的尺寸 哈哈哈 谢谢陆克 好 我们回到刚刚最后的问题 就是你给 对于喜欢玩游戏的人 想要进入这一行 有什么建议吗 呃 其实 呃 我觉得 不光只是进入游戏这一行 就是说 我想很多人会想进入游戏这一行 是当然是基于对游戏 这个领域的喜爱 但是我觉得同样的 你你你如果喜欢运动 跟你决心成为一个运动员 嗯 是一样的道理 了解 嗯 就是喜好 跟他变成一个工作 是 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事情 不一样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事 是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 你要想清楚 是 你不要太太啊 太理想化 嗯 所以每个行业 一定有他现实的一面 要顾忌的事情 所以你 你尽快把这现实面 要搞清楚 但是最后你还是决定进来的时候呢 哦 那就 那就 那就无怨无悔的继续把它做下去吧 是 选择就是做 但是进来之前先搞清楚 要搞清楚 你不要 你不要有 有这个 呃 不切实际的想象 你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象 我觉得任何任何行业都是 任何行业都是 嗯 哦 那呃 再来是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件 哦 就是你因为很喜欢某个 某个东西 某个事物 然后你去 去进入这个行业呢 然后你真的愿意做下去的话 我觉得 呃 他还是有一个很棒的事情 就是 嗯 哎 你在做一件你真的很喜欢的事 对这个也是 对对对对 我就 不管做任何事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你如果真的很喜欢做某件事情呢 嗯 然后你就你就会热在其中 嗯 外人看起来你在受苦受难 但其实 但是你很能够想 那个那个享受那个过程 嗯 举例来讲 嗯 呃 当初 呃 OK 我们 我们当初印这个杂志的时候啊 嗯 呃 可能在 在我的飞 在我的粉串上面看到 就是已经看过的朋友 他们大概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那天要印封面的时候呢 封面还好 我说 看了一下其实还好 就是印内叶 内叶的时候呢 他从晚上大概八点钟开始开印 嗯 一直印到 早上 大概早上凌晨五点 嗯 那我是全程都在那边 有 你有开直播 有开直播给他看 没有啦 直播一些这样子 直播一小段 对对对那 但整晚都没睡这样子 那如果在外人来看 哦 当然更不用说我们为了 为了敢搞的前几天 哦 跟那个 跟同事大家加班很晚 他们都加班很晚 这样搞搞搞 那当然以外人来看 就说好辛苦哦 那样子 但是说实在的 哦 这个 这个铁地上就有点辛苦 但是精神其实是很愉快的 嗯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爱做的事嘛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不光只是 这个 在游戏这个行业 任何行业我觉得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你要 你如果真的 你如果很幸运的能够做到一件 你真的很喜爱的事情 然后你下定决心要把它做好 我觉得 哎 那这是最棒的事啊 我也蛮幸运的能够 嗯嗯 一直在做这件事啊 对一直在这行业 做媒体这件事情啊 嗯 虽然我后来没有决定 后来 刚刚现在问题我没讲完 就是我 我我那时候为什么 其实有想要做游戏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想要做游戏 而跑来做媒体呢 嗯 嗯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个 呃 有一个很 如果以别人来讲 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的考虑因素 嗯 就是说 在那个年代啊 你如果自己开发一款游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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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天后后大概可以卖出去的套数 当然 除了那些什么 先元件啊 那些先天那些那些那些例外啊 那些那些大概都是五万十万套以上啊 如果只是一般的 你可能了不起可能就是卖个五千套啊 嗯 那时候我有个奇怪的想法是 我如果来开发游戏 然后我做一个啊 就是像 就是也还不坏 但是也没特别好的游戏 我做这个产品 我只会影响到五千人 了不起一万人两万人而已 嗯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说 哎 我如果做了一本杂志 哦 那 当然我第一期 电脑玩家第一杂志印了六千本嘛 嗯 那你会影响到 其实不是只有六千本 因为他会传阅 对哦 他会传阅三倍四倍的人 是 那你可以影响到的人 是更多的 是三万 哦 可能到三万人这样 多的可以到三万人 那你 循着你一起一起做 你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哦 你的内容 你的态度 你的讯息 哦 那你会影响到这么多人 那时候我觉得 这个很不错耶 我如果做一件事情 可以 可以对这个 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 对这个世界有这样的影响 但我 我想挑 我可以影响比较多人 放上去做 所以我后来就 就觉得让我来做杂志好了 嗯 原来是这样子 也包含这个因素 在包含我记 念书的时候也喜欢 喜欢做一些校刊 或者是这些东西 但也都有关系 所以 但其中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让我没有去做游戏 所以 在那个年代我会觉得 好像做杂志 可以给更多人有影响 这是这个关系 所以 嗯 呀 这我刚回要讲 就是说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 蛮值得 大家可以做个考虑 好的 嗯 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了 因为已经超过很多时间 是啊 原来预计是怎么多久 其实我们原本大概一个小时 已经超过了 是啊 我觉得 陆可太后东西 我们以后搞不好可以再做 更多集来访问他 包含他的收藏 他的收藏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 找些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你的收藏 哈哈哈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那就谢谢大家收看了 拜拜